陆玉拉着警报的救护车 电视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会做何选择呢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第一时间让到吧 当然了 但是也有极个别傲娇无理任性的 在这个陕西汉中略阳县 一名男子呢 在遇到救护车鸣笛时 不但不避让啊 还试图在这个救护车 超车的时候去制造麻烦 这给你厉害的啊 最终呢 警察叔叔出面了 这名男子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一起来看看 嗯 事发当天 绿阳县天津医院120司机杨海平 驾驶着救护车 护送一名突发疾病的90岁老人 向医院紧急转运 救护车行驶到县城一中学门口的时候 正遇到学生放学 这一路段车流量大 路口多 救护时间非常紧张 杨海平紧急拉响救护车上的警报 是以其他机动车辆让道 警机也开到的 警报也开到的 这边有几个车基本上都让开了 中车的面包车一直没有让 走到这个中车中学门口 看到面包车司机如此恶劣的行为 在教老人安全送往医院之后 并且家属第一时间向警方报了警 接警后 我对安排警笔调取了沿途的视频监控资料 获取了车辆信息 并口头传唤驾驶人杨母 到大队接受询问 在证据面前 杨母如实陈述了 未必让救护车的违法事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53条第90条之规定 我大队对该面包车驾驶员杨母 依法做出了罚款200元 机动车驾驶证继三分的处罚 这开车上路 咱们都得将心比心 你想想 谁没事坐救护车 但凡万不得已坐进去的 都是跟死神争分夺秒难的是 对 这个时候您及时的主动的避让 就是在挽救别人的生命 对 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 可能有人会纠结该怎么办 就是恰好在十字路口 等红绿灯的时候 碰到了急救车 你说如果让路的话 自身就会闯红 但是如果不让 好像又不行 对 这种情况下不用纠结 大家伙都可以心安的避让 然后再向交管部门去申诉 交警会把扣分消除的 所以大家不用多余的担心 对 这开车 坐车都要讲规矩 可是有的时候呢 咱这个规矩也应该是灵活运用 不能简单化的这个一概而论 没错